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白色石膏像是最为适宜的 这些石膏像都是大师的杰作 进行石膏像的写生是向大师学习 如何对写生对象进行艺术处理的一种最有益的方式 为此石膏像作业既是写生又是临摹 所以我们就安排这个作业 先确定画面的构图安排和石膏胸像的比例关系 在画纸上定出胸向最高点和最低点 以这个长度为基础 定出胸向的左右的最宽度 然后再分出头部 胸部和底座几个大部位之间的比例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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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参照三庭五眼的规律来确定 什么是三庭五眼呢 请看这两张图 三庭就是从发际线到眉毛为一庭 从眉毛到鼻尖 从鼻尖到下巴为二庭 从鼻尖到下巴为三庭 这三庭三庭 这三庭的长短距离是相等的 五眼就是以一个眼睛的宽度做标准来测量正面头部的宽度 两眼中间的距离为一眼 左右眼睛两侧的长度各为一眼 一 二三四五 这就是五眼 这就是所谓的三庭五眼 它就是五官确定位置比例关系的依据 三庭五眼的宽度 三庭五眼的宽度 在画形体和比例关系时 借助几何形体的观察方法 把复杂的形体简化为几何形体 运用较长的直线画出轮廓和基本形 用直线可以较肯定地找到轮廓转折点 把次要细节舍去 这样容易明确抓住形体倾斜关系和面的转折 这是培养整体观察和整体作画的一个方面 确定明暗交界线 为了表现体感 从明暗交界线入手 轻轻地涂上暗部色调